罗斯福路是公车路线密集的主要干道 为了降低公车停靠站频繁变换车道与汽机车交织问题 罗斯福路公车专用道将向北延伸 增设和平东路至宁波东阶段公车专用道 5月24号起将进行施工 公车专用道北延的一个工程 预计施工的期程是110年的5月24号 预计施工程度到12月 施工期间无可避免会缩车道 对交通冲击有一些影响 我们一些交通的减缓措施 包括了会会设红红线禁止停车 还有机车隔的取消 也呼吁用路人能够大范围的做一个绕行 这边对交通冲击的时间 我们会成立应变小组来加以控管 也请市民朋友多多配合我们的交通管制措施 交通局表示通车后将于福州街口 潮州街口及和平东路口 新增三处公车专用到站台 呼吁尖峰时间车辆及早改道 至周边路段以免车流拥塞 我们已经有施作了一些相关的改道排面 那请注意现场的标示 那南北向的部分大概就先从和平的时候 就可能要先绕行金山爱国 这是往北 往南的时候可能就改道重庆 那这个部分 因为我们其实工区是不会很长的 那一些必要的一些绕行能够的话 就不要行进工区 工程预计110年底完工通车 并设置智慧型站牌内造式标志 提升站台环境与夜间标志辨识度 记者离习惠台北报道